截至4月1日 A股已有21家上市银行 披露了2023年年报 包括13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8家区域性银行 在人均薪酬方面 人均薪酬最高的依旧是招商银行 为57.38万元 相当于月薪4.78万元 同比增长1.62% 其次是新业银行 年度人均薪酬57.18万元 相当于月薪4.77万元 同比增长4.5% 值得注意的是 人均薪酬的大幅提升 主要得盈于去年员工人数的大幅缩减 中信银行位列第三 年度人均薪酬56.97万元 相当于月薪4.75万元 同比大幅下滑8.77% 每月少拿4600元 是13家中薪酬滑坡最大的银行 国有行的人均月度薪酬普遍在 2.6万到3 6万元之间 其中交通银行的年度人均薪酬最高 达到43.57万元 相当于月薪3.6万元 有储银行的年度人均薪酬最低 为32.74万元 相当于月薪2.7万元